Hola,クラックス! ケタル? 歡迎收看 アトア叫你 課本上學不到的西班牙文 我是ケシュース 然後我要說前天 我要說挑釁 但是我不小心說挑逗 所以很多人笑我了 沒關係 但是呢 很多學生想要知道 如果我們真正要挑逗一個人 我們用西班牙文可以怎麼說 我們用西班牙文 有一個非常經典的說法 那個說法就是 en tu casa o la mia 那這個的意思就是 我們要去你家 還是來我家 這個說法就是 大概大家都知道 是挑逗 但是 你們還知道子大的說法嗎? 如果知道 你的話就可以留言 這個當然是你們的功課 Muchasiggracias クラックス 咖